我很喜歡這個薛定鵝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說的一句話 在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事情 關鍵就是你是不是看得比別人深刻 實際上科學更大的程度是一個發現和重新發現 我是凡春海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工作 那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跟核酸相關的化學和生物學 就DNA RNA這些事情 就是清華大學一位教授送給我的這樣一個 關於新冠病毒的三位的模型 疫情剛剛起來的時候 那麼那時候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在搶時間研發核酸檢測的試劑核 當時媒體也都報導了這個不準確的問題 假陽性、假陰性 那麼這裡面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缺少劑量標準 當時是可以說是緊急的需求 一般的劑量都是物理劑量 長度、重量 生物劑量這個方向應該說是很新的 從技術來講應該說是我們是早有準備 但是只是當時時間是非常的緊急 所以我們也是支持了劉剛博士和劑量院 包括我們上海交通大學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四十幾天的時間可以說日以繼夜地 就把這個標準物質拿出來了 這也是當時國內甚至國際上最先拿出來的 這樣一個RNA標準物質 DNA就是我們的遺傳物質的分子基礎 它的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雙螺旋結構 但是實際上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存在 有環形的、有棒狀的等等 我們能不能合成出新的物質 創造自然界是沒有的東西 它更像一個製毛液的過程 因為DNA是一條鏈 這個像一個毛線一樣 我們把DNA的這個遺傳密碼破譯之後 來對它進行重新編碼、重新編成 然後讓它組成各種各樣的形狀和結構 那麼我們的理解就是說 用DNA這種分子來從下往上來搭 這樣一個納米機器人 就可以進到這個細胞裡面去 或者進到血管裡面去 來給我們做細胞裡面的手術 或者在血管裡面去把這個癌細胞給抓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在往這個方向再努力 實際上你很難講 和算一定是化學、還是物理、還是生物學 或者是醫學 所以你必須要用交叉學科的觀點 才能把這個事情真正做好 這個可以說既有我個人的興趣 這個可以說既有我個人的興趣 也有就是說整個這個環境 包括像當時我的 我是導師 南京大學的生物化學系 朱德旭教授 在我們進大學的第一年開始 就鼓勵我們要跟化學交叉 我的幾位導師都是非常注重 交叉學科的研究 應該說當科學發展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交叉學科已經成為一個必然 有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啥 大家說博士博士這個博學知識 我經常跟學生講說 我們PhD沒有任何博的概念 它實際上應該翻譯成專史 最早是日本翻譯 翻譯的時候 它把中國古代這種博士 嫁接到PhD上面 所以帶來了一些誤解 所以科學是一個非常專門的這樣一個學問 專門有它的好處 我可以做得非常專、非常尖 但它帶來的壞處也是想而易見的 比如學科之間的這樣一個壁壘 這個交界、學科的交界處 那就往往就是沒有人去觸碰 當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 大家就發現 恰恰是這些交界處 是我們非常值得去探索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非常幸運的是 我03年底回國 04年1月份開始工作 那麼這個時候 真好是我們國家非常 幾乎是從無到有在開始發展科研 國家又高強度地開始投入 我記得我是在07年的時候獲得這個國家解釋信念基金的資助 他們都是這樣一些專門支持這個年輕科研工作者的這樣一些計畫 這每一個節點的這樣一種幫助 可以講使我能夠比較順利地度過一些困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感覺著隨著國力的提升 當然也包括我們科研工作者這種自身的努力 我想在這個20年是大家至少在科學界本身來講是非常愉快的 實際上當時我們在2000年零幾年的時候 我們最管的對象可能還是馬來西亞呀印尼呀這樣一些國家 就是你能夠到現在可以跟美國別別苗頭是吧 實際上大部分的國家遠遠現在落在中國後面 從科學研究來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對包括我們今天也有一位美國科學院去過來訪問 他們都是非常願意跟中國交流 但是這裡面確實有西方的這個政治形態的已經干預到的這個科學領域 現在他們也確實設了很多的這樣關卡 就是人為的製造了科學家之間交流的這樣一些不便 科學研究通常意義上我們講 它是以這個發表論文的形式向全世界公佈的 應該是全人類的共同的財富 我覺得科研工作跟很多其他工作所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也可以講最美好的事情因為是在未來的 最美好的事情因為是在未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